宋元曾要出差三个月 韩潭为他精心准备了行李 却在里面发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踪迹 韩潭从没想过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男人 深爱他的老公 竟然会背叛他 直到一步步挖掘真相 韩潭才发现 老公背后的女人不止一个 大家好 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 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宋元曾去上海总公司进修三个月 临走前拿着韩潭给他收拾的行李箱 穿着韩潭给他选择的衣服 在玄关处与韩潭交换了一个吻 女儿轻轻缠着宋元曾说他也要 宋元曾就把女儿抱起来笑着亲了他的脸颊 宋元曾出门前 韩潭叫他到机场给自己拍张照片 谁也不知道 未来事情崩坏的最开始只是一张照片 六个小时后宋元曾给韩潭发了张图片 偌大的机场里人来人往 图片正中间单单一个行李箱 副字 到上海了 韩潭回忆句好 顺手把图片保存 欣赏他提前半月特意从网上订的高档行李箱 黑色皮质行李箱颇为潇洒 把手触两个银扭扣闪闪发亮 反射出两道人影 韩潭把银扣放大仔仔细细的观察 确定就是两道人影 一个人影身形高大 左手拍照右手插兜 依稀能辨认出来宋元曾的影子 而他右手旁那人身姿苗条 亭亭玉立 亲密的挽着男人的胳膊 很明显是个女人 韩潭放下手机 靠在沙发上放空了头脑 这才给宋元曾打电话 前两个都提示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韩潭毫不犹豫的拨打了第三次 才被接通 宋元曾的语气平静而淡定的问怎么了 韩潭说他忘了跟老公说了 他到那边要记得把他的内衣都掀洗一遍 宋元曾问韩潭是不是又想自己给他带点什么 韩潭笑了 他叫宋元曾给他带个圣罗兰的心理盒 他们这边的砖柜暂时不供应的 宋元曾好似松了一口气 说知道了 韩潭问他刚才怎么不接电话 宋元曾说在飞机上有点累 刚在出租车上睡着了 没接上 韩潭诧异的问怎么在出租车上 总公司那边派人去接他怎么没有接到 宋元曾说今天是工作日 他们也很忙的 他就给拒绝了 那边传来阵阵喧哗声 宋元曾语速加快 说他先挂了 太累了他歇一会 于是韩潭顺坡下旅说好 挂了电话 他点开跟宋元曾的下属小赵的聊天见面 最新一条是几天前 他嘱咐小赵让宋元曾吃午饭的消息 韩潭问小赵 总公司那边有没有安排人去接宋总 对面秒回说安排了 不过宋总自己说这样太麻烦总公司了 就给拒绝了 韩潭问安排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小赵说肯定男的 有副制服怎么敢安排个女人 他开的玩笑并没有让韩潭有效益 韩潭问宋总去机场是不是他送的 有没有看着宋总上飞机 这一次过了几分钟对方才发来消息 说他送到机场就走了 他问韩潭怎么了 韩潭闭上眼想了个理由 说宋总这个人自理能力为零 又好几年没自己一个人出门了 他怕宋总有什么问题 对面回 原来如此 嫂子对宋总真好 小赵一年前刚刚毕业进入职场 心思还比较单纯 应该不会在这方面骗他 韩潭道了谢 顺手给小赵发了红包 推辞三轮后对方诚惶诚恐的收下了 像是下决心一般打字 告诉韩潭是宋总说不想他太劳累 就让他先走了 但他没走那么快 他想摸鱼来着 就坐在机场外面休息 然后看到了一个女人跟宋总一块进了机场 很亲密的样子 韩潭回了句谢谢 然后发了个更大金额的红包 对方很干脆方收下了 其实从心底来说 韩潭不愿思及出轨这样的话题 他洁身自好 情感淡然 认定一个人后便不会再考虑其他 韩潭与宋元曾恋爱三年 结婚五年 夫妻感情自认没有什么问题 许是宋元曾跟这个女人有什么事要谈 他不愿让韩潭多想所以隐瞒了 这时女儿跑过来爬上沙发 窝在韩潭怀里 他说明天幼儿园老师说要上台表演节目 让他们自己准备歌曲 小孩子都是这样 但凡大事总要拖到最后一刻才说 韩潭只起身替女儿搜儿童歌曲 一边随口问他 幼儿园里是不是有个姓苏的老师 专门教他们唱歌 最近学了什么 女儿回答说苏老师最近没有来教他们 听张老师说他请假 好几天都没有见他了 韩潭硬了 随手给女儿搜了个种太阳放着让他学 心里却还在想宋元岑的事 宋元岑到底为什么骗自己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她进修是真 可除了进修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 韩潭虽然只是个家庭主妇 但副业是兼职携手 思维比较活跃 这就意味着简单一个细节 他都能想到无数个可能性 分析他们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最大的结局 并且韩潭是一个隐性悲观主义者 任何事他都未雨绸缪 以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绝路 宋元岑的是毅然 韩潭要做最坏的打算 宋元岑在上海留宿的酒店是他订的 用的他的手机号 目前还没有提示说退房 所以韩潭直接飞过去看看 但他不确定宋元岑是否另定了酒店 就在这时 突然跳出来一条酒店入住之后的扣费信息 让韩潭不由的松了一口气 进修三月 宋元岑一定会住在这里 那他也不用担心宋元岑会跑 他的时间还算充裕 韩潭闭着眼想了想接下来的对策 更重要的是 思考他和宋元岑这八年感情 到底要走到什么地步 韩潭性格比较淡然 但在大事上一向很干脆 说做就做 绝不拖延 他眼里也容不下沙子 宋元岑这件事他一定要好好解决 如果宋元岑真的有什么问题 韩潭要让他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虽然有了些蛛丝马迹 但韩潭并没有轻举妄动 接下来半个月里 他每日在微信上嘘寒问暖 每晚都要跟宋元岑视频 给他讲女儿在幼儿园里的见闻 而他亦会微笑着与韩潭聊天 或是跟女儿亲密的说悄悄话 一切都好像从前一样 而发现端倪只是一个意外 女儿最近特别喜欢唱歌 韩潭又想起幼儿园的苏老师已经请假了 随口问宋元岑 要不要给青青找一个唱歌老师 宋元岑愣了一下 问为什么 韩潭说幼儿园里的那个苏老师请假了 好几周没来上课了 他都没问是不是辞职了 韩潭没放过宋元岑任何一个反应 问他有一次去接青青时 是不是刚好赶上他们上音乐课 应该见过那个女老师的 宋元岑的脸上闪过一瞬间的不自然 说那个叫苏义汉的老师 是见过 不太熟 接着他又说老婆想找那就找 他都支持的 韩潭笑了 说不太熟连人家名字都记得了 以前怎么没见过他记忆这么好 宋元岑说因为那个老师的名字 跟韩潭挺像的 他就记住了 韩潭跟苏义汉这个名字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相似 但又没有什么特别的相似之处 他们又聊了几句 宋元岑便匆匆挂了视频聊天 韩潭靠在沙发上思索了一会 忍不住想把宋元岑和苏义汉的名字 串联在一起 作为全职妈妈 接送孩子向来是韩潭一手操办 宋元岑偶尔看他辛劳会替他接送几次 半年前韩潭在超市挑选周末野餐的食材 便托宋元岑去接女儿 他翻出日历仔细看看了 果不其然 那一天是星期四 最后一节课正是苏义汉的音乐课 他们可能是在半年前认识的 女人的第六感很不讲道理 但是证据需要真实 韩潭不能因为第六感就将这两人绑在一起 他给幼儿园园长发了个消息 问园长苏老师何时会回来上课 清清很喜欢他的音乐课 隔了几分钟园长回复韩潭 说苏老师已经请假好几周了 他之前跟苏老师联系过 苏老师说可能还要请假三个月 等会来就办理辞职 熟悉的三个月刺痛了韩潭的眼睛 他问园长可不可以把苏老师的微信号给他 他想请苏老师做清清的唱歌老师 对方爽快的给韩潭推了苏义汉的名片 韩潭顿了一下 先用大号加了他 苏义汉很久都没有通过韩潭的好友申请 韩潭先带着女儿洗漱 回来后发现他才姗姗来迟 附带一句 清清妈妈好 他刚才有事 没有及时通过 真是抱歉 韩潭的心中竟然久违的涌起了 难耐的嫉妒和恶毒 苏义汉跟谁待在一起 又是因为什么而有事 他回复说没有关系 是他大晚上的还掏扰老师 他才不好意思 他问老师何时回来教课 对面回复很慢 等了至少十分钟 对方说可能好几个月都不会回来了 韩潭只肩顿住 尚不知道怎么回复时 下一条消息又跳了出来 苏义汉说他最近在老家处理家里的事情 所以可能会比较忙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 韩潭说原来如此 是他唐突了 其实他是想邀请苏老师当轻轻的歌唱老师的 如果苏老师不方便的话 那就以后再说 不知怎的 韩潭竟真的透过屏幕感受到了对方的松懈 如果宋元岑现在就坐在苏义汉身边的话 想必两个人都会松一口气的 苏义汉回复说好的 谢谢亲亲妈妈的认可 附带一个微笑的表情包 聊天就此结束 但韩潭的调查还没有停息 他又翻开了苏义汉的朋友圈 发现竟然是对他开放的 里面大多是自己的日常自拍配上煽情文案 或者是美食美景 以及自己或是某某人的生日祝福 朋友圈时间跨度约三年 韩潭看不见点赞 却能看见苏义汉的回复 大概是有很多人互动的 韩潭着重看了半年内的朋友圈 对比苏义汉之前发的朋友圈 他发现这半年内 他能看到的朋友圈数目急剧减少 至少少了一半 韩潭推测可能是屏蔽了他 那就说明这里面肯定有他不能看的东西 这一切搞得韩潭头痛欲裂 他其实很不想管这么些烂事 他也不愿意出轨的可能来推测他的丈夫 但这一切貌似都指向了一个最坏的结果 韩潭跟宋元曾在大学相识 篮球场的回眸一瞥便是心动 宋元曾追的他 但韩潭也从未因此而高高在上 在一起后每个节日他们都一起过 他们会互送礼物 卡着点给对方说新年快乐或是生日快乐 他们谈恋爱两年后就见了双方父母 毕业后直接结婚 婚礼是他们一起布置的 韩潭记得宋元曾认真而坚定的眼神 记得宋元曾轻声说会给他幸福 记得他怀孕时 宋元曾兴奋的恨不得告知全世界 记得宋元曾摸着他的头说 以后再也不生了 女儿就很好 韩潭不明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毕业没有找工作 只是寻了个写小说的兼职 心甘情愿的当宋元曾的贤内住 生下女儿后又做全职妈妈 连他最爱的文学都快放弃了 门心自问担得起贤妻两母四个字 宋元曾凭什么这么对自己 是不是就因为他是个男人 所以他理所应当理直气壮 可以犯男人都会犯的错 韩潭一直觉得他人很幸运 具体体现在 很多事都不是他主动追逐的 反而是他们自己撞上来的 就比如现在加他好友的这个人 比如对方直接发过来的照片 韩潭觉得奇怪 问对方是谁 照片是一张床照 姑且可以这样说 一张宾馆床上坐着两个人 一男一女 那男人赫然是宋元曾 他举着手机 居然还笑着拍下闲者时光的场景 而女人背对着他 只掳出被踪发遮掩的半个侧脸 看不清到底是谁 不过跟苏一汉好像并不相似 加韩潭的这个微信号是一个明显的小号 朋友圈里什么也没有 头像是初始默认头像 微信号也是系统随机的 毫无破绽 韩潭问对方发给他这个 什么意思 对面问这是不是他老公 怎么会不是 这个与他相处八年的人 话成灰他也能认出来 韩潭突然理解了这人的来意 回复是 又问对方又是谁 照片里的人是不是他 对方让韩潭猜猜看 说猜就是真的了 韩潭哭笑不得 平复了一下心情 才回复说姑且算是他 韩潭问对方加上他 那知道他是宋元岑的妻子 对方跟宋元岑在一起之前 知不知道他的存在 韩潭不等对方回复 他又是一连串问题发过去 问对方现在找他 是想做什么 是要钱 要爱情 要他离开宋元岑 还是单纯过来提醒他 揭露宋元岑 而自己打算抽身而退 这次对方很爽快 两个字 要钱 韩潭说如果单纯要钱 他可以给对方 韩潭放松下来 梳理了一下思绪 叫对方先回答他的问题 他问对方是不是姓苏 对面回复他姓陆 看到消息的那一刻 说不震惊那绝对是假的 再怎么做心理建设 也不能阻止眼泪汹涌而出 光看宋元岑的所作所为 或许他真的可以被夸赞一声 好丈夫 好父亲 他辛勤工作 韩潭与他每月的工资都会分出一半 打到同一张卡上作为家庭存款 而宋元岑也会额外再分出一半工资 交给韩潭让他照顾家庭 每个节日不用韩潭提醒宋元岑都会记得 每当他的生日 结婚纪念日 女儿的生日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节日 他们都会外出游玩庆祝 宋元岑不抽烟 不酗酒 不打人 遵纪守法 勤勤恳恳 与韩潭三观相同 韩潭很爱他 至少在知道他出轨这件事之前 韩潭真的很爱他 韩潭还记得宋元岑岑一份填膺的喊 说怎么会有人出轨 出轨会给多少人带来伤害 现在他还记不记得自己曾说过这句话 韩潭给这位陆小姐发了句抱歉 请稍等一会后便冲进了卫生间 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才终于平复了心情 索性女儿已经睡去 不然韩潭也无法全身心投入到这件事当中 他回复对方说让陆小姐久等了 在说他跟宋元岑的事之前 他有什么要问自己的 对方问他能拿多少钱 韩潭微微一笑 这倒是个性情中人 说那看陆小姐能做什么 韩潭确实只是个家庭主妇 但他的父母却是经商的 陆小姐回复说好 问韩潭想知道什么 韩潭叫对方把他跟宋元曾认识的经过 以及怎么在一起 怎么发现自己的事 全部说一遍 有了金钱的驱使 陆小姐全盘拖出 出乎韩潭的意料 陆小姐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拿了上海公司的录用信正在实习 跟韩潭和宋元曾同一所大学的 可以说是他们的学妹 年轻漂亮是陆小姐的资本 也是宋元曾看上她的理由 陆小姐在大学是躲娇计划 她沉迷于各种社团活动中 哪怕到了大三 也没有辞去话剧社的副社长的职位 大三时话剧社要举办一个一演 但从学校申请的经费太少了 根本就无法支撑 社团的人找了指导老师 辗转拿到了宋元曾的联系方式 宋元曾是公司高管 工资不菲 想来那位老师也希望 社团能从她这个学长那里看 能不能支援一点 陆小姐自告奋勇揽下了这个任务 找到了宋元曾提出了请求 宋元曾很是爽快地答应了 直接支付了一演的全部支出 陆小姐后来猜测 可能是宋元曾看到了她朋友圈里的自拍 宋元曾那时就已经想到了后续的事了 后来宋元曾多次前往母校 以一演的名义与陆小姐接触 最后发展成了情侣关系 陆小姐向韩谭解释 其实指导老师跟她说过宋元曾有老婆 但是宋元曾说她已经跟老婆离婚了 还给她看了离婚证的照片 是不是在梦里离得婚 寒谭冷冷地想着 心里却是一片酸涩 宋元曾出手很大方 陆小姐这个女大学生很快就沦陷了 没过多久就请到深处一夜快乐 之后更是多次往来 那张照片就是宋元曾拿她的手机拍的 而知道真相其实很简单 某一次陆小姐起夜 回来时突然想看宋元曾的手机 就拿她的指纹解了手机 点开微信 置顶赫然是被备注为老婆的韩谭 说到这里陆小姐很不好意思的发信息 说偷看人手机是不对的 她以后不会这样做了 韩谭回复说还是挺对的 陆小姐不看 他们都只是被宋元曾玩的团团转的傻子 陆小姐说她知道后很快就跟宋元曾分手了 可是事后她觉得她也太亏了 白白被宋元曾超市了好多遍 她气不过 她就找到了韩谭 她之前寄了韩谭的微信号 陆小姐又给韩谭发了一个录评 记录了她跟宋元曾的聊天记录 韩谭默默的看完 评价 他们玩好大 陆小姐说这个不是重点 对面沉默了很久 问韩谭打算怎么做 韩谭漫不经心的想 她要让宋元曾身败名裂 从韩谭知道宋元曾真的出轨了的那一刻起 这个男人对她而言就只是一个敌人了 是需要对抗的敌人 而陆小姐是可怜的被骗女子 敌人的敌人就是她的朋友 至于苏义汉 这个之三当三的无耻女人 只能做韩谭报复宋元曾的陪衬 韩谭得知陆小姐现在在上海 她告诉对方宋元曾现在就在上海 跟另一个女人一起 对面一口气发过来十几个问号 说脚踏好多条船 宋元曾怎么敢的 韩谭觉得她又有什么不敢的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宋元曾欺骗陆小姐的行为太过熟练 想必也不是第一次了 韩谭望向天花板整理思路 确定这个微信号绑了陆小姐的卡后 先给她转了两万块 说这个是她告诉自己事实的报酬 接着韩谭又转了两万块过去 说这个作为自己接下来雇佣她的工资 陆小姐说谢谢老板 老板大气 不知道老板想让她做什么 韩谭说从现在起 他们就是盟友了 她要陆小姐帮她毁了宋元曾 在家待不下去了 韩谭现在就要飞到上海 她在宋元曾所居住的酒店附近又定了一间 再给女儿请了假 说她生病了 然后转身将她送回了妈妈家 晚上临睡前 韩谭忧心忡忡的给宋元曾打视频 说青青生病了 有点严重的样子 要住院 她最近几周就不跟老公联系了 宋元曾论了好一会才问具体几周 韩谭说不知道 可能好几周 一个月也说不定 韩谭勉强回答宋元曾 五指握拳指甲深深的陷进去 她第一反应 竟然不是问女儿生病到底有多严重 反而关心自己到底多久不会联系她 韩谭如坠冰叫 草草聊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起身收拾衣物 第二天一大早就飞到了上海 入住酒店 手机一震 是陆小姐发来的消息 问老板是不是到上海了 韩谭微微一笑 这个女孩着实是有意思 她说到了 他们不用见面 她叫陆小姐直接按她说的做就好了 来之前韩谭找小赵要过总公司的培训时间 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下午三点到六点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左右 她换了一身平平无奇的体恤山牛仔裤 戴了鸭舌帽 整装戴发 在酒店附近的咖啡馆等待宋元曾回 窗边的位置正好能看见酒店门口 陆小姐发信息告诉韩谭 她到酒店门口了 现在就等渣男了 韩谭发了几条消息安抚陆小姐 叫她别太紧张 接下来的重头戏可还要陆小姐做女主角 时光飞速流转 钟表上的指针指到翼的位置 快一点了 宋元曾和一个女人才悠哉悠哉的下了出租车 在酒店门口站定 而挽着宋元曾首的女人 正是苏一汉 韩谭抑制住面上的愤怒 举起相机拍下他们的照片 只见两人亲密无见 真是一对令人艳羡的碧人 却不知看到这一幕的韩谭 内心深处是如何的冷静 手机弹出来陆小姐发来的通话邀请 她清楚蓝牙已接听 顺便开启通话录音 一个清脆悦耳的女生响起 说她去了 其开得胜 陆小姐刚刚说完 韩谭就注意到一个美艳逼人的女子 气势汹汹地朝宋元曾他们走过去 宋元曾很明显吃了一惊 透过蓝牙 韩谭勉强能听见她说话的声音 问陆岩怎么来了 感谢陆小姐开了免提 韩谭屏住呼吸 连忙举起备用机打开录像 陆小姐气场十足 冷哼一声 问她是不是不能来 她要不来 怎么能知道宋元曾外边还有个小狐狸精 苏一汉终于反应了过来 声音里含着些不可置信 问宋元曾她是谁 陆小姐抢在宋元曾回答之前大声说 她是宋元曾的政公 苏一汉想到了韩谭 说她怎么可能会是宋元曾的政公 她以为她是谁 苏一汉很是愤怒 对陆小姐说哪里来得莫名其妙的人 别在这里挑事 自己都没见过她 她还说她是政公 陆小姐事事然瞥了苏一汉一眼 不懈地看向宋元曾 叫宋元曾说一说 到底谁是她的女朋友 两人的目光都转移到宋元曾的身上 苏一汉扯了扯她的衣摆 撒娇地叫她说句话 宋元曾先安慰了苏一汉 说当然是她了 又斟酌着开口 说自己跟陆岩已经分手了 还是陆岩跟自己提的 陆岩说那是因为她发现宋元曾出轨 宋元曾有老婆还找对象 她不配让自己当小三 口口声声说什么早就离婚了 是不是梦里离的 至于这个人 她又是从哪里骗来的 一大把年纪了找人小姑娘要不要脸 陆小姐战斗力惊人 开口如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 完全不给他们反应的余地 宋元曾被骂得一愣一愣的 倒是苏一汉发飙了 叫陆岩闭嘴 她已经被甩了 干嘛还来干涉他们的生活 陆岩问苏一汉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宋元曾有老婆 她被小三了 陆岩毫无畏惧 一句话就把苏一汉给呛了回去 说不准除了她还有其他女孩 苏一汉也就是其中之一罢了 搁着跟她装什么 突然陆岩笑了一下 双手抱胸语气玩味 对苏一汉说她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只是爱宋元曾的钱 舔着脸待在她身边 就等着要钱 不然就这么个又丑又错的东西 谁愿意搭在她身边 那他俩还真是必吃配狗 天生一对 陆岩最后指着宋元曾 还要强调 是自己甩的她 寒潭一边憋着笑 一边要保存镜头不抖 真的是十分艰难 这下不单单是苏一汉 就连宋元曾脸色也黑了下来 而陆岩乘胜追击 一口气把被三了的郁杰之情宣泄了出来 连着骂八百句不带喘气的 骂的两人简直是蹊跷生烟 由于陆岩的操场发挥 周围已经零零散散聚集了不少人 甚至还有人掏出手机录像 说不准 很快此等光辉事迹就要被传到网上 宋元曾见识不对 急忙开口说有什么事他们先上去说 别在外面丢人 但是上了头的陆岩完全听不进去 他意犹未尽地停下 正当寒谭以为陆岩会走时 却看见他仰起了手 啪的一声 这一耳光声清脆响亮 甚至盖过了围观群众的惊呼 苏一汉满脸震惊 捂着脸似乎并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被陆岩狠狠地当众打脸 这一耳光打得他又惊又怒 颜面无光 突然苏一汉尖叫一声 直接朝陆岩扑了过去 就连宋元层都没有拦下他 陆岩似乎就防着这一手 潇洒地转了个身 身腿一般 苏一汉整个人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看起来狼狈不堪 陆岩说想打他 苏小姐还嫩了点 他语气不屑 还觉得不解恨 又抬腿猛踹了苏一汉两脚 看得寒谈这个围观群众都面目抽搐 更别说苏一汉的感受了 陆岩又牛脸盯着宋元层 竟然愣是让他不敢过去扶 陆岩一字一顿地说 他会遭报应的 说吧甩头离去 一场闹剧就此结束 只留下束手无策的宋元层 和跪地痛哭的苏一汉 周围人渐渐散去 寒谈收起了手机 挂掉了通话 陆岩对寒谈说圆满完成任务 谢谢老板 寒谈回了个辛苦 然后打了五万过去 拉黑删除一气呵成 陆岩的事解决了 但复仇却远远没有结束 当天晚上 宋元层就破天荒地主动给寒谈打个视频 寒谈想了想 在酒店外面接了 宋元曾注意到了背景 发生了变化 问寒谈在哪里 寒谈面不改色地说 他在朋友小区这边 过来跟朋友聊天 就是之前请他们去他家里吃饭的那位 老公有事没有去 宋元层本就已不在此 当然不会深究 寒谈随口跟他聊了几句 注意到他颈迫甚至脸上有细细蜜蜜的抓痕 寒谈想了想 对宋元曾说让他看看老公今天穿了什么 是不是又穿了旧衣服 宋元曾不明所以 但还是乖乖的让寒谈看了 其实手机看不全整个样子 但是能让寒谈判断出宋元曾衣衫不整 就足够了 想来宋元曾已经跟苏义汉大吵了一架 说不定还动了手 受了伤才想到要找他安慰 中午露言的行为是寒谈特意设的局 甚至露言的台词都是他精心打造的 你也只是其中之一 你只是爱他的钱 就像两根刺一般扎在苏义汉和宋元曾的心里 在他们本就不牢固的关系上画出一道天欠 对于苏义汉来说 他的存在太过尴尬 察觉到威胁后他只会越逼越紧 宋元曾迟早会厌烦的 寒谈无意间问宋元曾 他有没有看抖音 说上海有一对男女被抓奸了 好好笑的 宋元曾果然警惕起来 问寒谈是不是看了 寒谈拿原手机遮掩住脸上的笑容说没看 太无聊了 就是刚刚想起来老公也在上海 觉得很巧而已 宋元曾好像还想解释什么 寒谈全都敷衍过去了 随便安抚了宋元曾几句 便无情地挂断了电话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寒谈用他的大号看不全苏义汉的朋友圈 他在网上随便买了一个男用微信号 当小号加了苏义汉 竟然秒过 并且三分钟后苏义汉主动给寒谈打招呼 说哥哥好 怎么加他了 寒谈说意外之喜 朋友推荐的 说他长得漂亮 寒谈含糊其词 重点放在了苏义汉的朋友圈上 果不其然看到了很多他看不到的东西 基本上是苏义汉跟宋元曾的交往日常 包括聊天记录 转账记录和照片 十分恩爱的样子 看得寒谈心上火起 忍着怒火一以保存 他刷新了一下 看到苏义汉最新发的一条朋友圈 佩文是跟老公吵架了 老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他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佩图是看似随意 但实则非常矫情心计的四连自拍 此时苏义汉的消息又跳了出来 问哥哥怎么称呼 寒谈胡编乱造了一个说张月 他把这个张月的身份 营造成一个富二代的人设 处处都透露出奢华高端大气有钱人的气质 许是这个小号的朋友圈闪瞎了苏义汉的眼 他竟然对张月十分殷勤 哥哥长哥哥短的 倒是一点也看不出来跟男友吵架了 而此时苏义汉竟主动的跟张月谈起 他跟宋元岑的交往 他说宋元岑已经离婚了 孩子跟了前妻 前妻还一直缠着他 宋元岑说他特别孤独 苏义汉很心疼他 就跟他在一起了 他们本来很开心的 可是苏义汉发现宋元岑好像出轨了 宋元岑真的太恶心了 怎么敢出轨 自己完全被他的外表骗了 苏义汉问哥哥能不能安慰一下他 属世是看得韩潭一愣一愣的 苏义汉颠倒黑白的本领 真是超出他的想象 韩潭强忍着恶心回复 说宋元岑怎么这样 有妹妹这貌美的女朋友还出去偷吃 真是太过分了 苏义汉说他现在都想跟男朋友分手了 要是他的男朋友像哥哥一样帅气就好了 苏义汉大概真的只是图送原层的钱 韩潭不知道该回什么 就只是说他肯定会遇到更好的 苏义汉说谢谢哥哥安慰 之后韩潭赶紧跳过了这个话题 不然晚饭就要白吃了 人果然是可塑造的 就聊了这么一个多小时 韩潭竟然也能面不改色的说什么宝宝 亲亲甚至偶尔发个言表情 苏义汉也陪着韩潭说了这么久 完全忘记了今早还跟宋元岑吵架 现在居然开始明里暗里的示意 韩潭发点奶茶钱 韩潭真想穿过屏幕把奶茶倒在苏义汉头上 但还是忍住了 发了一百过去 说宝宝多喝点 别让他担心 韩潭将所有的记录截屏保存下来 觉得打印下来贴到苏义汉家门口也不错 前一天看了这么一出大戏 隔天韩潭便坐飞机回了家 准备进行下一步计划 苏义汉与韩潭的小号打得火热 几乎每天都要亲亲抱抱的 而他与宋元岑的关系却急速恶劣 从宋元岑每日主动与韩潭视频 便可亏得一脚 而韩潭却懒得理宋元岑 他现在正忙着转移财产 他一定要让这个男人净身出户 韩潭说过了 他眼里容不下沙子 他有心理洁癖 宋元岑出轨这件事 将在他心中留下一道永远也迈不过的坎 韩潭永远都不会原谅宋元岑 更不会不跟他离婚 但韩潭也不会让自己利益受损 他们结婚多年 很多财产都是夫妻共有 虽然直接离婚也能慢慢商量分割财产 但韩潭不能接受一人一半 他没有正经工作 兼职赚的也没有多少 法院判离时 很可能会将女儿判给宋元岑 他绝对不可能忍受这一点 3月期满 宋元岑进修结束 特意告诉了韩潭回程日期 要韩潭过去接他 飞机晚点 一直等到半夜 才看到宋元岑提着行李箱的身影 韩潭坐在车上刻意找了找 没有找到苏义汉的身影 他帮着宋元岑把行李箱放到后备箱 宋元岑满脸疲惫的坐上副驾 韩潭问他是不是很累 宋元岑长叹一声 侧过身想要抱住韩潭 韩潭微微后撤 只扶住了他的头 说太累了就先歇一会 回去再说 韩潭想这些天 宋元岑一定过得很不舒坦 苏义汉有了新的目标 自然看不上比他大好几岁的宋元岑了 而宋元岑一直想知道 苏义汉到底是不是只是涂他的钱 两人冷战多天 原本期盼的情人恩爱变成了仇敌对立 宋元岑想必是痛苦不堪 之前韩潭将他名下的绝大部分财产都转移了 要么是过户给他父母 要么是购买了基金股票保险等 父母得知宋元岑出轨后非常支持韩潭 决定请最好的律师帮他打官司 韩潭却摇头拒绝了 这件事得是他自己来 让宋元岑净身出户其实很难 这个男人绝对不会允许自己一无所有 除非他心中的愧疚超出了他的贪婪 苏义汉正好是一个突破点 仅仅接触了他几个月 韩潭便发现苏义汉完全就是个十足的捞女 在跟他完全不熟的情况下 竟然三天两头的暗示要钱 韩潭几乎想不到 宋元岑在苏义汉身上又花了多少钱 这一天又是跟苏义汉聊天 韩潭也算了解了不少 原来快餐爱情这么廉价 韩潭跟他说父母最近在催婚 苏义汉发了个哭哭的表情包 说原来哥哥也会被催婚 韩潭回复说他就比较好了 他有对象的 对方迟疑了一会 说他男朋友现在对他冷暴力 他好几次想提分手 都被男朋友堵回去了 总感觉男朋友在精神控制他 机会来了 韩潭缓缓打字 问苏义汉要不要做他的女朋友 苏义汉几乎是秒回 问哥哥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韩潭说当然了 他想和宝宝在一起 苏义汉连发数个表情包表达喜悦 说他好喜欢哥哥 哥哥亲亲 就这样 苏义汉和韩潭所虚构出来的人物 张月谈恋爱了 确认关系后 韩潭直接给苏义汉转了一万块稳定人心 苏义汉对他果真更加巴结 关系好如密里调油 甚是亲密 但苏义汉却没有跟宋元层体分手 韩潭切回大号看他的朋友圈 有关宋元层的分享急剧减少 转而成了跟张月的聊天记录 甚至都没有屏蔽韩潭 韩潭猜不出 苏义汉是想让他放松对自己的怀疑 还是真的沉浸在虚假的快乐中 以至于都忘了他的存在 韩潭就像一个双面间谍 一边用假身份跟苏义汉恋爱 一边做宋元层温柔贤惠的妻子 安慰他受伤的心 想来他们的关系应该临近破裂了 宋元层每天下了班就乖乖回家 帮韩潭做家务 带孩子 周末还会带他和女儿出去游玩 一家人表面上其乐融融 但韩潭的心却如磐石 只高高在上的看着这两个人 星星作态的表演 又过了没多久 苏义汉主动提出 他想跟哥哥见个面 也是 一直不见面只会让他起疑心 韩潭欣然答应 叫苏义汉订个地点 他们见个面 只不过 将会是三个人的见面 一指定在了一家高档西餐厅里 韩潭与苏义汉约好的时间 预定了晚餐 苏义汉很高兴 说他要让哥哥看到最漂亮的他 韩潭微微一笑 宋元曾过来问他在看什么 韩潭笑着说周末他们出去吃个饭 把女儿送到他妈那里 他俩也好久没有过二人世界了 宋元曾以证 也流露出了一丝神网 说既然老婆这么想 那周末就去 韩潭说他已经订了餐厅了 晚上直接去就行 他让宋元曾看了看订餐信息 还嘱咐他要把琐事都推掉 周六晚 韩潭与宋元曾盛装出席 准时到了餐厅 手挽着手走进大门 一个逝者上前来问他们是否有预约 韩潭掏出手机亮出预约条 逝者比对后亲身鞠躬说两位请 韩潭一边走一边笑着说 今天人好少 逝者说今天大部分客人都订的时间比较晚 现在还没有过来 逝者还算健谈 小幅度的示意他们看向门口的等待区 有一个客人说要等自己的男朋友 不过他现在还没有过来 不过他说的那桌就是他们订的那桌客人 宋元曾早已止步 震惊的看向等待区唯一的客人 而那位女子也不可置信的站了起来 神色慌乱 韩潭笑意盈盈的双手抱胸 打算围观这场好戏 宋元曾脱口而出 问苏一汉怎么在这 苏一汉满脸惊慌 无言以对 食指深深的陷入皮质手提包内 宋元曾瞪大了双眼 苏一汉跟自己说他今天见个朋友 而逝者跟自己说他是见男朋友 苏一汉咬牙 说逝者听错了 他说的是男性朋友 宋元曾大怒 甚至走上前仰起了右手 韩潭依靠着吧台 懒懒的开口 问宋元曾是不是认识他 两人皆吃了一惊 终于反映过来现在的处境 宋元曾转过身来 勉强堆起一个笑容 他转身暴露出来身后的苏一汉 韩潭装作惊讶 抬手眼嘴 诧异的问苏老师怎么也在这里 是不是来跟男朋友吃饭的 苏老师定的哪一桌 说不准还能坐在一起 苏一汉说不是的 他如梗在喉 表情异常扭曲 目光在韩潭和宋元曾之间来回转动 宋元曾目自欲裂 但碍于韩潭还在旁边 所以只是恨恨的瞪了苏一汉一眼 便毫不犹豫的转身上楼 韩潭会挥手示意逝者离开 苏一汉依旧愣在原地 看起来十分崩溃 韩潭对苏一汉说是不是找错地了 说不准他那什么男朋友骗他的 韩潭悠悠开口 每多说一个字 苏一汉的脸色就难看一份 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韩潭转身欲走 苏一汉颤抖着开口叫了一声韩潭 韩潭回头 竖起食指抵在唇边 对上他抬起的站立双眸 冰冷地吐出别炒两个字 宋元曾喝了闷酒 早就躺后座上睡熟了 韩潭切换了小号一看 苏一汉正因为这件事跟他发飙泄愤 韩潭说餐厅系统出错 结果他没定上 他有点忙就忘了告诉苏一汉 韩潭叫苏一汉自己吃完了就回家 苏一汉大怒 问哥哥知不知道他在餐厅等了多久 知不知道那里的服务员怎么看他的 现在哥哥竟然说让他自己吃完回家 韩潭没有正面回应苏一汉 闭上眼缓了好几秒才打字 其实是有原因的 苏一汉问是什么原因 韩潭说原因就是他这个贱人 不配爱人 也不配被爱 说吧 拉黑 删除 韩潭将所有的聊天记录截图 故意将有关宋元层的信息 打码好让人看不出是他 然后将其打印做成传单 雇了几个无业游民 一张一张的贴在 苏一汉所居住的出租屋附近 他的地址是韩潭套出来的 用一个几百块钱的包包 传单上的标题被特意加粗放大标红 感谢苏一汉小姐在恋爱之余 为其他男人提供精神支援 不仅仅是出租屋 就连幼儿园也是 放学适时各位家长都被人塞了传单 附近一片居民都知道了苏一汉的光辉事迹 很快苏一汉这个名字传遍了整个区域 晚上宋元曾下班回来 心不在焉 六神无主的样子 韩潭笑着问他知不知道那个苏老师的事 宋元曾吓了一大跳 问什么苏老师的事 表情又立刻警惕起来 问韩潭知道了什么 韩潭说好像是苏老师跟人谈恋爱时出轨了 被人拿出来骂了 他嘖嘖称奇 真狠 所以说出轨没有好下场 宋元曾低着头整理东西 说他不清楚 韩潭说就是不知道苏老师的男朋友是谁 也不知道跟厅分手了没有 他一边播菜一边随口说着 听说这苏老师在那个人身上捞了不少钱 结果跟人说他嫌那个男的又丑又老 光是图纳人的钱而已 之前在餐厅看时还挺恩爱的 不过人家可能早就看清了 自己不过是个提款机罢了 韩潭说这要是他 早跟苏老师分手了 不过说不准苏老师还要再捞一笔 真是人不可貌相 韩潭看向宋元曾 笑着问他收拾好没有 怎么不过来吃饭 他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宋元曾身体轻颤 说他上个厕所 装在他口袋里的手机已闪一闪的 应该是有人在给他发消息 不用想都知道是苏义翰 他苏义翰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或许他猜到了那个自称是张月的人就是陷阱 但他猜不到是韩潭做的 他已经没脸见人了 他的名声尽毁 估计也不能在这边待了 但苏义翰怎么能忍受 宋元曾如没事人一般好好生活 他肯定会以此为要挟要钱的 果不其然 宋元曾脸色十分难看 见到韩潭还要挤出个笑容 说工作上的事 没事了 餐桌上宋元曾主动与韩潭一起 痛斥苏义翰的不耻行为 好像他犯了什么心逐难输的罪 却忘记了自己也是他的帮凶 韩潭笑意盈盈的看着宋元曾表演 心中却不屑一顾 甚至是深深的憎恶 深夜 韩潭睁开了双眼 身旁人正在熟睡 他摸黑找了宋元曾的手机 用他的指纹解了锁 点开微信 果不其然跟苏义翰聊了钱的事 最后一条消息是对方放得狠话 说宋元曾赶不来 他就把一切告诉韩潭 韩潭看了莫名想笑 他们不知道他早已清楚所有的一切 被他耍得团团转 网上翻了翻全部聊天记录 大致是苏义翰以此为威胁 要求宋元曾给他50万 否则就把这件仕桶出去 包括陆岩的存在 而宋元曾竟然还跟苏义翰讨价还价 最后不欢而散 苏义翰只好退而求其次发了个地址 让宋元曾跟自己面谈 宋元曾不可能不去的 韩潭记下地址 又将一切归位 又是一个周末 宋元曾一大早就收拾好告诉韩潭 他今天要去请一个客户吃饭 晚上再回来 想到之后要发生的事 韩潭的心情就很好 也就不在乎宋元曾到底用了什么借口 只是敷衍地答应了 待宋元曾走后 韩潭少见地化了个精致的妆容 穿上他最贵最漂亮的裙子 又换上了高跟鞋 背上了最贵的包 整个人艳丽逼人 韩潭将要行赴战场 女人间隙的高跟鞋就是他们武器 他先把女儿送到了他妈家 又绕路去谈话地点 他们选在了一间咖啡馆 等韩潭赶过去时 他们已经在交流了 他款款走过去 正面对着他的宋元曾的表情 从呆至转变为震惊 在转变为韩潭跟他谈恋爱时 他脸上常常会流露出来的惊艳 苏一汉很愤怒 问宋元曾在看什么 他猛地扭头 看到韩潭犹如看到了恶鬼 韩潭笑盈盈地走过去 故意在宋元曾所坐的座椅把手坐下 问苏老师怎么在这 韩潭说真是巧 之前餐厅见过了 现在咖啡馆也见过了 他们真是有缘 苏一汉整个人都在抖 韩潭低头看向宋元曾 说他跟自己说是去见客户了 何时苏老师成为他的客户了 宋元曾不答话 但韩潭知道他现在一定很惊慌 韩潭问宋元曾跟苏老师什么关系 他壮似无辜地问 刻意做出一些亲密姿态 宋元曾猛地抬起头来 说他跟苏老师没有关系 苏一汉淒厉地尖叫着 说他真是瞎了眼 怎么找了宋元曾 宋元曾说他就是个图自己金钱的贱人而已 他们骂得及其投入 韩潭举起手 问他们是不是忘了他的存在 宋元曾软声地叫一声韩潭 韩潭叫他闭嘴 直接一耳光甩上去 将他头都打偏到一边 宋元曾双拳紧握又松 竟然缓缓跪地祈求韩潭回去再说 韩潭盯着宋元曾 说他真厉害 是不是该给他颁个奖 苏一汉跌跌撞撞地往后退了几步 转身欲逃 韩潭一把把他抓过来按着头甩了回去 接着拿起咖啡杯泼了他一身 韩潭发现苏一汉面对这种情况统一都是尖叫 韩潭忍不住踹了他一脚让他闭嘴 宋元曾跪行着瘫倒在韩潭腿边 说是苏一汉勾引他的 苏一汉只是想图他们的钱 他就是一时糊涂 韩潭看着宋元曾 仿佛看着一个陌生人 一时糊涂还是多次犯戒 到底是被勾引 还是图谋已久 宋元曾是不是真的觉得 当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一刻韩潭真的很想把一切都说出来 但是不行财产还有个房子没有转移 此时爆发也不能让宋元曾身败名列 他要冷静 韩潭问宋元曾是不是真的 宋元曾看着他 就像看着一个就是主说是真的 韩潭抬起头逼会欲落落的眼泪 对宋元曾说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只要他喜心革面 自己可以不追究这件事 但是宋元曾大喜过望 站起来直接抱住了韩潭 胡乱说这些他以后会改的 或者他以后一定不再犯了的保证 苏一汉终于忍不了了 大哭着跑掉了 背对着宋元曾 韩潭笑而不语 不追究什么的 当然是假的 宋元曾的报应还没有结束 具体来说 苏一汉的纠缠还没有结束 他开始三天两头的往韩潭家跑 敲门大叫鬼哭狼嚎 各种扰民 最后直接被物业丢出去 甚至报了警 警告他不要再来了 一记不成 苏一汉又去幼儿园蹲韩潭 但是幼儿园家长都知道他是勾引人的小三 没见到韩潭的面 反被那些冷嘲热讽 逼得连家门都不敢出了 苏一汉的朋友圈开始了爆发式更新 各种煽情忧郁文案不要钱一般的发 每一条都诉说着他失恋后的痛苦与悔恨 宋元曾一开始居然还有些心疼他 但很快就不堪其扰 甚至在某一次苏一汉上门时 自己亲自动手将其打了出去 而韩潭只是在对上苏一汉的目光时 对他微笑示意 这对曾经的鸳鸯正是决裂了 但是还没有达到韩潭想要的目标 韩潭问宋元曾卡里还有没有钱 能不能再转他一点 这是这个月韩潭第四次找宋元曾才要钱了 而宋元曾一如既往的只是皱了皱眉 问这个月怎么花销这么大 但还是转账给他了 韩潭说他给他们都买了保险 所以没钱了 他歉意一笑 坐到宋元曾身边 继续说他爸公司打算上市 他想提前入股 就多拿了些钱 见宋元曾面色有点难看 韩潭又笑着补充 说以他的名义 等合同下来了给他看看 宋元曾果然松了一口气 说真是辛苦老婆了 韩潭试探着问宋元曾 苏一汉还有没有在纠缠他 宋元曾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说苏一汉还是找他要钱 韩潭长叹一声 说这女人真是贪得无厌 老公才是辛苦了 宋元曾很受用 又靠韩潭进了点 韩潭叹声说苏一汉要是再要钱 就只能给他房子了 房产证上写的是他们俩的名字 他肯定还想着这个 韩潭问宋元曾 苏一汉是不是跟他提过卖房子 宋元曾默认了 韩潭一猜就知道 宋元存的钱基本上都在他这里 苏一汉肯定叫嚣过要宋元存卖房子 韩潭提议把房子转到女儿的名下 这样的话 苏一汉就没招了 等他不再缠老公了 再改回来就是了 宋元曾有些迟疑 问这样行不行 韩潭说如果不行 他明天去问问律师 没了钱 苏一汉就没什么可图了 等他走了 他们一家人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终于宋元曾点头了 隔天韩潭就找了个律师朋友了解情况 雷厉风行的收集了所有的资料 一个多月后 房子终于成功过户给了女儿清清 再也不算夫妻共同财产了 而韩潭在房子过户成功的第二天 主动联系了苏一汉 韩潭点了一根烟 指尖红光明灭不定 烟雾朦朦胧间他吐气如云 对苏一汉说自己一点也不觉得他很惨 他曾得到过宋元曾的爱 也得到了足够的金钱补偿 如今他只是重新恢复到以前的光景 韩潭说他不明白 苏老师为什么这么恨他 苏一汉离韩潭三米远 神色紧张 韩潭侧身看苏一汉说该恨的人是他才对 苏一汉故作镇定 问韩潭到底想跟他说什么 韩潭说苏老师只是一个玩物罢了 他话一出口 便感到苏一汉身上流露出来的怨恨转瞬即逝 韩潭低头不屑的笑了笑 弹曲烟灰 对苏一汉说之前那位陆小姐 他已经见过了 应该有点自知之明 宋元曾出轨成瘾 他又有什么把握觉得 宋元曾会为了他金盆洗手 苏一汉沉默了 随后问韩潭是不是就不打算离婚 韩潭已经不年轻了 早就失去了那种年少轻狂 只想好好过日子 他说看在女儿的份上 离婚什么的 还是算了 韩潭深吸一口 烟身急速燃尽 他将烟头丢进垃圾桶 说他已经不在乎了 他只想维持好自己的小家 希望苏老师不要再来纠缠了 宋元曾还是他的丈夫 还是他女儿的父亲 他们仍然会过从前的日子 至于苏老师 不过是生活的调味剂罢了 早点离开 不要再自取其辱了 苏一汉问韩潭是不是真的能忍 他满脸不可置信 恨到全身都在抖 声音聚颤说宋元曾出轨了 他找了很多人 韩潭怎么救 韩潭打断苏一汉 说他是宋元曾的出轨对象 他明明知道宋元曾有老婆 却还要知三道三 现在说这些话他觉不觉得自己很恶心 苏一汉哑口无言 韩潭看向苏一汉 伸手递过去一张邀请韩 说后天是他的生日 顺便邀请苏老师 一指时间都在上面 苏老师想来就来 不想来就把他撕掉 这是苏老师最后的颜面 说罢韩潭转身离去 再没有管苏一汉的反应 韩潭想苏一汉可千万要来 他不来 自己怎么让宋元曾身败名列 生日宴安排在高档大酒楼里 宴请了亲戚朋友同事等等 绝大部分都是宋元曾认识的人 到韩潭生日那一天 先提前把女儿送到他妈那里 对上宋元曾疑惑的目光 韩潭淡定无比 说他们肯定要先跟人说话 轻轻受不了这个 一会就要睡 等开始吃饭了再把他接过来 宴席开始前世冗长的各种发言 韩潭只上去说了三分钟 剩下的全让宋元曾自己应酬去了 他坐在最前方把玩着手机 目光频频落到门口 为了等待最终的结果 苏一汉叫了一声宋元曾 韩潭整个人放松下来 后仰靠着椅背 突然觉得很累 在所有人茫然的目光中 苏一汉气势汹汹的冲了进来 不等人反应直接扑到宋元曾面前 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撕心裂肺的喊宋元曾混蛋 两人立刻成了万众瞩目的对象 也有人将疑惑的视线投向韩潭 韩潭无辜一笑 指了指台上示意先看戏 宋元曾大吃一惊 勉强镇静下来 先是慌张的看了一眼眼韩潭 然后才故作镇定想要打发苏一汉 问他来这干嘛 他怎么又邀请韩 他先出去 苏一汉说他凭什么出去 宋元曾的妻子生日 他凭什么不能来 苏一汉双拳紧握 哀哀欲绝 说宋元曾有了妻子就忘了他 宋元曾又把他放在哪里 他们在一起的那大半年又算得上什么 韩潭扭过头去掩饰脸上的笑意 这个女人真是可笑 明明可以随便跟完全没见过面的人谈恋爱 现在又是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 故作深情 宋元曾大惊失色 说谁跟他在一起了 苏一汉问宋元曾敢不敢把聊天记录都发上来 他现在什么都好了 让自己一个人被泼脏水 宋元曾一伙了 说那都是苏一汉勾引他 苏一汉就是图他的钱 苏一汉的话语堪称恶毒 说宋元曾又老又错的 不配他勾引 有老婆还出来找小三 下见无耻 他们的对马没完没了了 早有好事之人开始拍照拍摄视频了 韩潭顺手报了警 就说有人要打架闹事 让他们辛苦了早点来 他对播音台的小哥点了点头 小哥心有灵犀 只见多媒体大屏幕上 突然开始播放一段视频 正是宋元曾出差时 跟苏一汉以及陆檐争吵录像 一时间台下一片哗然 宋元曾跟苏一汉都猛了 宋元曾不可置信的看向韩潭 韩潭无辜贪守 问宋元曾能不能给他解释一下 话筒将韩潭的声音放得很大 再空旷的会听那竟然产生了回音 宋元曾腿一软 甚至直接跪了下来 韩潭笑着 眼底却是一片冰冷 说他原以为宋元曾已经洗心革面了 这位突然闯进来的小姐又是怎么回事 苏一汉比宋元曾硬气些 咬牙说他要钱 给他钱他就走 就等苏一汉这句话了 整个过程韩潭都有录像和录音 苏一汉将被他以勒索的罪名告上法庭 苏一汉从宋元曾那里拿的所有钱 他都会要回来 韩潭笑了 说他已经警告苏一汉了 苏一汉现在又来破坏他的家庭 苏一汉坚声乱叫 说他凭什么灰溜溜的离开 而宋元曾凭什么能像没事人一样好好的活着 韩潭对苏一汉说 所以说都是他的错 如果没有他来这挑事 事情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 宋元曾和苏一汉都不能被原谅 但是为了让宋元曾失控 韩潭必须把罪都推到苏一汉身上 宋元曾怒吼一声 站起身直接把苏一汉推到了地上 上去就是砰砰两拳 直接揍得苏一汉的脸高高肿起 他还不解恨 甚至抓起旁边桌子上的碗筷就往下砸 周围立刻有几个人冲上去拦住宋元曾 几个女人赶紧把苏一汉扶起来 只见他头上有鼓鼓鲜血流出 整个人已经昏迷了 宋元曾的怒喊声依旧回荡不绝 韩潭起身离开了现场 后续警察打个电话请韩潭过去做笔录 他规规矩矩复复述了当时的情况 了解到宋元曾下午就被带到派出所拘留10天 苏一汉因为轻微脑震荡 被送往了医院救治 毕竟宋元曾人高马大的 就苏一汉那小身板肯定是撑不住的 韩潭先去了他妈家 只需一个眼神他妈便知道 事情已经快解决了 女儿高兴的跑过来抱住韩潭说了今天的经历 然后又好奇的问他爸爸去哪里了 韩潭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女儿 以后可能没有父亲的事实 只是摸了摸他的头 父母替韩潭找了律师 先拟定了离婚协议书 着重声明要宋元曾净身出户 同时韩潭向律师咨询了相关事宜 打算告诉苏一汉勒索 虽然最后可能也没有什么结果 但能恶心到他也很不错 这10天是韩潭最神清气爽的10天 他带着女儿和父母外出旅游了 等到回来时刚好拘留结束 宋元曾看起来像是老了10岁 见到韩潭目光躲闪 韩潭带着他吃了顿饭 把离婚协议书摆在他面前 叫他把字签了 宋元曾祈求的看着韩潭 韩潭做了个暂停的手势 面无表情重复 签字 宋元曾沉默了一会 才拿起协议书仔细的看了看 越看脸色越差 他问韩潭何必这么绝情 让他净身出户 韩潭说他名下的那辆车子还是他的 韩潭毫不犹豫 而他已经失去了爱情 也决不会让自己失去金钱 他告诉宋元曾 他已经被辞退了 建议他早点去劳动局申请仲裁 至于轻轻的抚养权他就别想了 宋元曾问韩潭是不是早就想离婚了 他一动不动 韩潭不答 他也只是低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韩潭捞过盛满了清水的玻璃杯 对着宋元曾当头交下 说自己没他想的那么善良 赶紧签字 若是起诉 他照样一分钱拿不到 事情结束后 韩潭还是没他想象的那样坚强 坐在车上缓了好半天才震静下来 来之前他就把宋元曾的东西 全部都打包好寄存在保安室里 只等他自己过去拿 八年感情就好像一个笑话 韩潭从未想过事情会走到这个地步 对于苏一汉这个贱人 他已经删了韩潭的微信 没了消息渠道 他的生死与韩潭无关 韩潭带着女儿回了娘家老宅 父母抱着他痛哭 韩潭跟他们说了已经离婚的事 他俩都很高兴 特意做了一大堆好饭 只是韩潭觉得事情还没有结束 晚上他又加了一次苏一汉 不过竟然秒通过了 苏一汉先发指人 说现在韩潭满意了 他的人生都被韩潭毁了 韩潭说他的人生是被他自己毁掉的 韩潭淡定的指出苏一汉的错误 说是他知三当三 破坏别人的家庭 到底是谁先开始的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宋元曾出轨是事实 而他知道实情却为了钱自欺欺人 他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苏一汉问韩潭是不是加上他就为了这个 韩潭问他身上有没有钱 他可以去找宋元曾 宋元曾打了他 应该赔他医药费 宋元曾要是不给 他报警起诉就好了 对方沉默了很久 回复说轻微脑震荡不算轻伤 韩潭说那是他的事 然后又干脆利落的把他删了 苏一汉大吵大闹的就是为了钱 现在又有个大好机会摆在他面前 他怎么可能不去 至于他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手段 不在韩潭的考虑范围之内 之后韩潭过了一段相当顺风顺水的日子 在百般思量之后 他把离婚的事告诉了女儿 谁知女儿没有哭闹 反而抱住了他说妈妈辛苦了 让韩潭禁不住热泪盈眶 宋元曾找了韩潭几次都被他回绝了 甚至带了父母一块来跪的求他 被韩潭严厉拒绝后又开始耍赖皮 逼他要把女儿的抚养权给他们 韩潭直接报了警 让他们全滚蛋了 渣男贱女终究遭到了报应 后来听说苏一汉竟然有孕 强迫宋元曾娶了他 婚后 苏一汉嫌弃宋元曾无能没赚到足够多的钱 报复式的在外面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而且为了自己捞钱 苏一汉还同时和好几个男人有染 给宋元曾头顶上种植了一片青青草原 婚后两人感情非常不合 甚至三天两头动手 苏一汉被打流产了 两人闹着要离婚 让原本破碎的家庭变得更是雪上加霜 一对贱人垃圾 真真的过上了猪肉不如的糟烂日子 此后韩潭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 韩潭给女儿转了学 带着女儿在老家小县城生活 又重新拾起来她差点遗失的文学 久违的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宋元曾和苏一汉永远退出了韩潭的生活 一切都仿佛梦醒一般 或许日子就会这样平淡的过着 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曾经的背叛与痛苦皆随风而去 直到某天收到了一个来自陌生电话的短信 韩潭竟然敏锐的猜测出是宋元曾发来的 她冷笑 手指一点 直接删掉了 并且将这个号码拉入了永久黑名单 韩潭眼角有泪 又带着笑 女儿跑过来扑到她怀里 问她笑什么 韩潭说她想起高兴的事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谢谢观看 今天的词 请不吝点赞